以天屠龙记结尾张无忌准备与赵敏一同前往蒙古 并打算终身不回中原 九阳神功 乾坤大挪移也似乎从此失去了踪迹 金庸先生写作有一个习惯 他小说里的江湖只是漫长江湖历史中的一个时间段而已 所以关于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等人晚年的故事 他并无交代 据小说里的解释来看 张无忌晚年隐居在一个神秘的所在 并自创了一门举世无双的神功 1.金庸小说人物创造神功所需具备的条件 1.本身武功要达到绝顶水平 一个人本身没达到绝顶水平 那么他所创出的武功定然不是绝顶武学 毕竟自身武学修为摆在那里 2.熟悉天下武学的特点 一个人如果不熟悉天下武学的特点 那么他就不能另辟蹊径 取长补短 创出属于自己的爵士武学 好比做音乐 如果建模独孤求败没有花数十年时间的实战 他恐怕创不出破禁天下武学的独孤九剑 如果杨过没能学到东邪吸毒北盖 王重阳林朝英独孤求败黄商的武功 他也创不出黯然销魂掌 如果张三丰没有熟读道家经典 没有研究天下武学 他也成不了武当的祖师爷 武功存在缺陷 一个人的武功如果完美了 那么他就不会去创造神功 所以那些创造神功之人 本身武功是不完美的 如早期的建模 达摩老祖 张三丰等 进阶如此 小说里张无忌完美地符合这三点 首先他武功很强 已经真于绝顶水平 张三丰曾经评价他的内功 笔尖杨过 郭靖 以及张三丰本人 其次张无忌也熟知天下武学 冰火岛上谢逊 曾传授他天下武学的口诀 天下武功均不离九阳神功之盘离 而乾坤大挪移 又是世间运尽实力的不二法门 最后张无忌本身武功存在缺陷 他虽然精通九阳 乾坤 太极 虽然将三者融为一体 但却不能将自身的武功 与天下武学融为一体 二 侠客岛神功 在侠客行中 金庸先生给读者塑造了一门绝世武功 他刻在侠客岛的石壁上 有人说 这门武功创始人是李白 个人觉得不对 毕竟石壁上的文字 并不是真的蝌蚪文 个人认为 这门神功的创始人 正是消失了的张无忌 金老先生 曾经通过三个细节 解释给大家看 可惜大部分人 都没能读懂 第一个细节 各式武学招式 均能运用自如 上文提到 天下武功 均不离九阳神功之盘离 学了乾坤大挪以后 天下武学 又尽能为我所用 识破天炼成神功后 有一个表现 他随手挥舞 已是不按次举 但绝不论是将至弹诸害也好 是拖剑西前横也好 皆能随心所欲 既不必存享内息 亦不须记忆招数 石壁上的千百种招式 自然而然地 从心中传向手足 各种不同武学 识破天均可以随心所欲地 运用自如 显然其中有九阳神功 与乾坤大挪以的加成 第二个细节 真气的表现 识破天炼成石壁武功时的 第二个表现 是这样的 也不知是哪一天 突然之间 猛绝的内息 汹涌澎湃 顷刻间 冲破了七八个西制之处 竟如一条大川板 急速地流动起来 自丹田而至头顶 自头顶又至丹田 越流越快 许多人认为 这是石破天 领悟了石壁上的武功 所以积累了浑厚的内力 其实不然 金庸小说 不论多么厉害的内功心法 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就令人积累浑厚的内力 张无忌修炼九阳神功 也需要好多年时间 才能有这样的结果 石破天观看石壁上 记载的神功后 瞬息之间 内力冲破了七八个窒息之处 宛如长江之水急速流动 其特点像极了炼成 乾坤大挪以后 张无忌体内内力的表现 第三招式 石破天练成神功后 曾在大海中 飞身营救 史婆婆与阿秀 当时他使用了两大招式 第一门招式 乃是一门轻功 他投掷木板之后 借木板之力 飞身向前 其特点 与武当张翠山 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张翠山所学的轻功 乃是武当的踢云纵 踢二门 是一个借力使力的招式 石破天以绝妙法门 将使婆婆的下坠之力 变为横向的力道 将其送入大船之中 这个表现 与张无忌万安似救人的情形 几乎一模一样 张无忌看得分明 待他身子离地约有五尺之时 亭长轻轻地拍出 使渝连舟向横里直飞出去 稳稳站在地下 此外石壁武学包罗万象 几乎蕴含了天下各门各派的招式 各位看到这里 是否想到一门绝学 没错 那就是号称天下武学总纲的九阴真经 任何门派的高手 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而小说里九阴真经后来 也落到了张无忌的手里 三 侠客岛石壁上的武学 既有九阳神功的特点 九阴真经的精华 又有乾坤大挪移的痕迹 金庸小说里能够精通九阳神功 乾坤大挪移 踢云纵的高手 只有一人 他就是张无忌 所以这门神功的创始人除了张无忌外 还能是谁呢 此宫可谓即谢逊一身天下各门派武学 九阴真经 九阳真经 乾坤大挪移 武当绝学于一体 能与之比肩的 恐怕只有连载版天龙八部里的天剑神功了 而天剑神功后来被金庸删除了 那么这套侠客岛神功 足以傲视金庸全书 堪称全书第一神功 江湖高手能自创神功 大都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 所以这门绝学应当是张无忌晚年时期所创 毕竟皇商绝顶聪明 也需要闭关四十多年才创出九阴真经 独孤求败乃盖世奇才 也需要数十年才能领悟到无见圣有见的精髓 九阴九阳 乾坤 君武学绝技 难度极大 想要融为一体 非数十年苦功难成 金庸先生为何说张无忌 估计有很大可能是主角第一 原因便在于此